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的灵修中 要跟大家思想的一件事是 如何活出被呼召的身份 在这一章记载了许多内容 施行约翰为主耶稣洗礼 主耶稣在旷野兽试探开始传道 这一章也记载了主耶稣开始赶鬼与医治 但在这之前 他先呼召了四个渔夫做他的门徒 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在马可福音一章十六一直到二十节 经文这样说 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 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 在海里撒网 他们本是打鱼的 耶稣对他们说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 跟从了他 耶稣稍往前走 又见西比泰的儿子 雅各和雅各的兄弟 约翰在船上捕网 耶稣随即招呼他们 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 和故宫人留在船上 跟从耶稣去了 从经文上让我们看到 主耶稣呼召门徒 一呼召就是四个 而且四个全都是渔夫 这些人除了会打鱼 没有什么别的专长 他们的反应和行动 却是特别的快 换一个职业 跟随耶稣对他们来说 可能并不是一件天大的事 能够得人如得鱼 听起来虽然还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但不过感觉好像很厉害 我们看到 他们是立刻跟从了耶稣 之后我们也知道 他们大大的被神使用了 是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都是被神呼召 然后跟随耶稣的神的百姓 无论我们当初 是立刻回应了呼召 还是经过了一番挣扎 才跟随耶稣的 但事实是不改变的 那就是我们都是 被主呼召的门徒 那我们今天 在主里面的新的身份 就是被呼召出来的门徒 而且无论我们的身份地位如何 神都可以大大的使用我们 就像这四个渔夫一样 主耶稣让他们参与他的事工 医病 赶鬼 宣讲神的大能 那今天 我们也都是 主那得人如得鱼的门徒 所以这个身份 是主耶稣亲自的呼召 我们也可以在生活当中 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那有的时候 我们虽然知道有这个身份 但当我们面对 我们有一些难解决的问题 有一些很难的一些的挑战的时候 甚至有的时候觉得 自己能力不够的时候 我们要再一次更新我们的思想 让我们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提醒我们 我们是被主呼召出来的 有宝贵的身份的一个门徒 我们要坚信这样的一个身份 也坚信神必加添力量给我们 而不是让我们沮丧和放弃 所以弟兄姐妹们 你相信你今天能够跟随耶稣 是耶稣完全因为他呼召你吗 如果你相信的话 也请你相信 主耶稣必继续带领你 活出被呼召的生命 参与在他的施工中 成就美好的大事 Amen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 我们要再一次带着感恩的心 在马可福音这第一章的 内容灵修的里面 主让我们知道说 无论我们现在的处境 或者是在世上的地位 如何我们在你的里面 都有那宝贵的身份 就是被呼召出来的门徒 就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每一天都能够活出 你要我们活出 这一个被呼召的一个生命 让我们见证你的美好 见证你的大能 让我们一起的 就为主你的福音 转而奔跑 为主你放在我们心中的旨意 继续活出那生命的美好 我们感谢你 也赐福我们这一天 这样的祷告 感恩赴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 阿们 感谢主的恩典 让我们继续 用一点时间把这一章读完 然后也让神向你来说话 我们再会 感谢主的恩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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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